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刚上一个月举办了一个用普通话举办的分享交流活动 全个活动都用普通话 我们现在是增加一些主要只是用普通话举办的活动 引入到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和他们分享的故事 当时都很成功有超过100人去参加 我们未来希望因为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 就主力去将在这个方向再推动一下 而创业协讯会的每年一度华裔创业加班奖礼 将会在明年的4月13号举行 由于明年是25周年纪念 届时将会宣布更多新的发展项目 在这边的发展项目上的发展项目